重新建立一个新的Jungle 当然步骤部分的话这边都有 我们是希望多增加一个Logic的专案 所以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Jungle的专案 这个当然是有别于用Python建专案 所以这部分一个全新的专案 建立一个新的专案之后 一定要先有一个Application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Application 你是无法去执行程式的 但是你建好这个Application 名称的话我们一样取叫MyApp 这个好像在第一堂课里面就已经有做过了 然后你建了一个一定要Settings Settings里面一定要做MyApp 就是要增加一个 告诉他说我已经安装了一个新的 另外在Views里面写一点东西 所以建AppSettingsViews Views的话就写一些制定函数 就DEF开头Define 一个我们的制定函数叫Edge 那传一些什么东西给他 豆点Edge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网址 后面再多一个年龄 然后进来的一定是个字串 这个字串转成整数之后丢给他再做逻辑判断 最后retend就是把结果怎么样 用HTB的Response的物件 他帮我把结果丢到网页里面 然后他就显示出来了 在逻辑大概是这样 增加一个UIL的网址的部分的话 这最后的步骤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概这五个步骤 你按照这五个步骤 基本上以后你要建一个Jungle的专案 流程基本上都可以如法炮制 那顶多是说后面 会需要多增加一个Template 就是那个我们的样板 那样板部分的话就是额外再加 所以这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的相关程式 还有需要怎么做 相关的程式都在这里 想想看怎么样改以下的结果 输出 HTB Response 它输出的一定是一个字串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字放大 变成标 比如说什么标题1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 在这个我们的专案里面 增加一个所谓的那个样板部分 所以必须要增加一个Template 才可以去增加这个套用这一个样式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把那个上礼拜部分的重点回顾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是延伸的讲到就是有关 如果我要传递两个参数 也许我们拿那个BMI这个当成范例好了 那要怎么做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呢 各位也可以参考 我看底下应该也有提到 如果你要传两个参数的话 下面也有提到 如何传递两个以上的参数 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那一个是长这样子 就是在我们的城市后方 比如这个网址 后面呢 加一个我们 你要执行的哪一个 哪一个view 就是UIL 执行哪一个views 然后呢 后面呢 就是斜线 加一个问号 问号指的是 你要传递什么样的因素 比如说A等于5 B等于6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计算一个什么 就是把两个相加算 假设我今天 我要传递一个 两个引数哦 然后呢 传完之后 他自动帮我相加 把结果丢到 我们的这个网页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方法有两 一个是用这样的方式传递 一个呢 是底下这边有方法 就是另外一招是什么 就是我传递的时候 不要用问号 而是直接怎么样 斜线一个 再斜线一个 就是反正一直斜线下去就对了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一个是我们要执行的程式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引数 第二个引数 这个两个方法都OK 不过呢 以那个目前主流上来看 好像第一种会看的比较多 因为网页上很多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一下 别人写的一些动态网页 多半上面传的那个UR的参数 都是大概长这样子 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如果说要做一个 像今天练习BMI的话 两个以上的参数要怎么传递 我想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稍微 回顾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如何传递两个以上的参数 两个参数的话 那这地方怎么做 并且 谢谢大家